恭喜恭喜 哇 之前索取五虎將的粉絲朋友有福啦 今天五虎將其中一檔 今天是直接漲停鎖死創新高 哇 還有更多的標股 等一下節目的投資長都會告訴大家對不對 對 而且我直接告訴你 五虎將哪一檔股票漲停 這是幾千位粉絲 公開驗證 公開索取資料 這沒辦法造假 去看看人家怎麼沒事 而且我要跟你預告 欸 低點可能已經過了喔 為什麼 什麼和平嫌疑近在眼前 還有台股的強勢回升 欸 這是不是最後的輪到走廊 是不是要最後逃命波 是不是呢 所有的標股通常在我們榮耀華街 一定要看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街 我是主持人 鄭宇 今天是3月9日 台股開盤16944點 中場收在17015點 漲190點 華爾街現在持續評估 二烏局勢還有西方制裁 對於市場的影響 那美股我們看到三大指數 中場收黑只有 廢半指數一支獨秀翻紅了喔 那台股今天是吹起了反攻號角 上櫃及加權指數呢 同步跳空開高大漲 後續排式結訊我們交給 經濟日報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 mi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中場場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隆投資長 投資長好 肉依各位同仲大家好 投資長 今天哇 大家好像振奮人心看到了一線曙光喔 這一次是來真的嗎 我們看到台股今天大漲 而且相較於亞洲其他股市來講 我們真的是非常非常強耶 那投資長不知道怎麼看接下來這後市 因為昨天你說的真的非常有道理 也真的很準喔 你說MSCI還有負石螺素 這個調整俄羅斯市場 負石螺素 對負石螺素指數 負石螺素指數 負石螺素指數 對 好 那調整俄羅斯市場之後 當然就是先賣挖東牆博市場 先賣這個台股嘛 欸你說這個生效之後 這金明兩天 看到低點了 低點可以看見了 那接下來我們是B點已經過去了嗎 我們這個低點是不是已經過去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先從 有些方面來看 我們先從本益比來看 我先破根本益比 其實福利社會講 到時候來賓會講的 然後我們當然其實肉依跟我們 我們聖堅製作人嘛 其實我會討論這東西 我覺得本益比這個觀點還蠻重要的 台股現在本益比已經在 歷史低點喔 真的好低喔 就是台股本益比合流圖嘛 就是本益比合流圖 譬如說通常有本益比到13倍到20倍 是 可能最低就13倍附近 現在就在13倍附近喔 嗯 對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看起來我覺得 哇 台股 會不會跌到以前的1萬點 會不會跌到以前的那個 8523點 是 不會啊 因為就本益比的低點來說的話 它已經到歷史低點了 好 你們不要那個低 就低一樣 就像你 就以前東區的房子 台北市東區房子 有一坪30萬啦 嗯 現在不要說台北市東區的房子 台南市東區房子 看不到一坪30萬啦 嗯 感覺有點難喔 是不是 那我跟你講 台北市東區房子有一坪30萬 你說你現在能回到低點嗎 不可能嘛 嗯 是不是 除非放上這不可能嘛 讓你聽得懂的意思嘛 對 所以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現在台股你 那個低你要個比較 那比較是本益比來講 比較的話 這邊其實這邊 其實低點可能不遠 第二個 就是我等一下要破題的跟大家講 可是我今天先問題 先跟大家講喔 今天有標題說台股強壇啊 對 對 是最後的人道走廊 對啊 這聽起來怎麼好像有點不妙 不妙是不是 不要聲響好不好 好 的確啦 因為人道走廊你知道肉依是什麼意思嗎 來 人道走廊就是戰爭的時候 嗯 讓這個 平民是有機會可以透過這個人道走廊 先避難 是 很好 為什麼 因為你在兩個人突然 因為打戰一定突然打的嘛 對啊 那我一般居民 我來不及 一般人他不見棺材不掉淚 這很正常啊 或者他覺得他不會發生事情啊 是 或者後知後覺這沒關係 這人都是這樣子嘛 他不一定要每天看新聞 每天要看報紙啊 對 有時候沒有新聞沒有報紙他就直接打啦 嗯 是不是 沒有消息無聲無息就打啦 所以投資朋友我要說的是說人道走廊 來看一下 人道走廊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你這個時候我們有個地方 我們規定我們不能在這個地方打架 是 我們不能在這個地區打仗 是 那你們從這個地區你們要走你們先落跑 是 接下來是我們 男子漢的對決 我們的對決 你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人道走廊 所以這是人道走廊 那這個時候 是最後的逃生口 是 如果人道走廊你不走了 那不好意思 以後你自己不走的喔 打仗你平民要被打到了 不管喔 我是你以為這些人是軍人喔 對 所以台股的強壇是不是最後的人道走廊 對啊 那聽起來很恐怖喔 聽起來有一點 我覺得應該不是啦 應該不是 現在你的走勢喔 比較難預測 為什麼說比較難預測喔 來 我畫面給我 我說其實為什麼說難預測喔 其實我今天本來看到很好的消息 什麼叫消息 我覺得這個簽這個契約是有機會的 可是遇到喔 簽到和平監獄是有機會的 可是遇到一件事 你知道遇到什麼事情嗎 嗯 很簡單 遇到了今天亞洲股市 幾乎都是破底 是 來我要跟大家講 來看清楚喔 今天亞洲股市來 港股啦 這種跌法 如果有沒有看到 台股市看起來很慘 好恐怖 港股是這樣子啦 對啊 一謝千里 是 一謝千里 Sayonanna 再會啦 是不是 對 是不是人道走廊 我只能告訴你 古道樂常的告訴你 應該不是 還有機會 如果叫人道走廊 還有第二波第三波 逃生機會 好不好 可是你看看港股呢 他是自己走自己的走廊 往下走 向南走 有沒有看到 台股呢 台股看起來還要強壇對不對 這跟大家講 你看 韓股看起來還好 韓股是看起來之前很多對不對 對 一跟港股比 你看 這能比嗎 真的不行 是不是 一下子好像回到解放前 一謝千里 一夜之間回到解放前 是 對 俗語是這樣子 回到解放前 來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表現很淒慘啊 回到之前的股市 漲都白漲了 來 這是港股 上正指數呢 你有沒有看到 很長齁 是 媽媽咪啊 所以台灣的分析師 最近不好過 對岸的分析師可能更難過 來 來 這是我跟大家講的 所以你先講看 你要怎樣的分析師 好不好 我要講說這個是最大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的話 來 現在問題 就是我今天文章寫的 怎麼講 我今天大膽給你推定 好 一 就昨天 我昨天節目就講了嘛 是 我昨天怎麼講 你說 FNCI 還有 負實指數調整 因為要 批除這個俄羅斯 是 從新興市場提出嘛 那這一個部分的洞 要怎麼補呢 當然就是選台股的基優股嘛 這個比較 流通比較高的 像台積電 因為俄羅斯都不能 都不能 俄羅斯被提出了 結果他不能賣啊 賣不掉了 只能賣台積電啦 只能賣台灣股市 賣比較基優股啊 是 可是到今天 就是最後一天的生肖日 那最後外資的賣超 所以今天外資有可能賣超 還是有可能喔 都這樣賺190點 還是有賣超 嗯 那如果還是有賣超 的話 或者是買不多的話 那代表我預測是對的喔 是 等一下VNC嘛 我們在錄影的時刻 是2點半到3點這左右時間 是 大概2點55分 就最新的一個 最新的一個數據 三大百分數據 你就知道我想是不是對的嘛 好 這是有可能對的 好 所以最後賣壓 我說可能在這個時候 低點也在這兩天 看起來好像真的是喔 是 今天反彈了 好 那我跟大家講 我今天可能更聳動 16764點 是有可能是近期的低點 16764就這邊 是 就這邊 昨天的低點有可能近期低點 啊 投資大 你這樣彈起來說 拜託你如果空頭喊起 下去也很快啊 對 我也是壓寶 可是問題是說 你說會不會很十足 十足的把握呢 也不會 6到7成 因為還是取決這個普丁這個校耶 到底要不要簽約 好不好 好 來我先跟大家講這有沒有機會 有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這個有機會 我昨天說過了 我說過 俄羅斯提出了四項停戰條件 烏克蘭勳停止 俄羅斯提出了一定比較 因為他比較咄咄逼人 已經提出比較惡劣的條件嘛 是 烏克蘭勳停止軍事行動 這好講嘛 就像小孩子打架嘛 你先停 你先停 這個講好就好了 一起停也沒關係啊 到處都一起停 一起停 停止軍事行動 明明就他自己打人家 叫人家停止啊 誰理你 第二個 中立地位路線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那個 說你要進入北約 第三個 承認克里米亞 是俄國領土 這個其實大部分 他們都已經默認了 你要承認 是 第四個 烏國東部 兩國的 兩國 烏國東部 烏克蘭東部的 兩個分離主義區喔 獨立 這四個 那第一個我說不是問題嗎 對 只有第二個 跟第四個才是問題嗎 第三個怎麼樣 我說也不是問題 我昨天就說了 因為大部分都已經承認了 好不好 克里米亞那個半島 全部都是俄羅斯人 不然你怎麼辦 所以這二跟四有問題 可是我肉有 你記不記得我昨天有大膽預告 我是說我厲害喔 所以你要找一個分析師 真的要找一個政治軍事專家 你真的覺得我在臭美 之前也是醫學專家 那時候疫苗 我說要打的時候 沒有人要理我 去年疫苗缺得最兇 我是全台灣第一個 最先打疫苗的分析師 不好意思 現在已經沒什麼好臭屁了 可是我是全台灣唯一一個 打四劑的分析師 好不好 所以還送你四季歐標國 四季歐標國 這人笑話 所以我那時候 是不是跟你講 這分析師什麼都要懂 好 那我說這個只有 第二點跟第四點是有問題的 可是我說 只要其實一開始不打戰的話 或者是威脅他的話 其實第二點跟第四點 我認為烏克蘭總統是會答應的 是 果不出其然 來 你來看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很誇張 今天最新的新聞 這也是今天台股上場的原因 陸續續人都出來了 肉依你幫我念一下好不好 好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暗示 早已不再堅持加入北約 他已經暗示了 對 不堅持加入北約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講 你看7.03分的新聞嘛對不對 是 來來來 這將為俄屋之間的 蘋果長棒開啟空間 有沒有看到 對 有沒有看到 還有裡面有內文 我可能要請 沒關係 畫面來給我 沒關係 另外一個新聞 另外一個新聞有連結比較清楚 好 他不只是說 那個 不願意在 在俄屋問題裡面 早已不堅持加入北約 願意在烏東問題上 妥協 是 我在助理剛才的那個標題不好 因為少一個 那你再聽清楚 這是聚恩晚的有沒有 也是編譯的 對 念一次再念一次個聽 好還有第二句話很重要 對 俄屋衝突 烏克蘭總統說 早已不再堅持加入北約 願意在烏東問題上妥協 好 那你看喔 是不是有說的 第二點跟第四點 其實他都願意答應 其實一到三四點 其實一開始開戰之前都願意答應了 是 你看喔 那現在開戰後還是願意答應了 所以我昨天 我為什麼這四項停戰條件 跟之前不太一樣 我是這樣講 對 之前是叫你去金釋話 誰聽你啊 去金釋話隨便給你打就好了 是 所以你現在看你要早上分析師 我一切一切我預告到前面 我不去施號啊 我不去馬歐跑 這是邏輯分析 你不相信沒關係看我昨天的預告 來我們看一下昨天的預告 看昨天的那個預告 所以這個很重要 都知道你講政治幹嘛 當然講政治幹嘛 之前我在分析政治的時候 一堆網友在上面罵啊 你懂不懂 每天都要罵我 沒關係我平常心 誰叫我紅嘛 是不是 為什麼 你不了解這政治 這一波不就跌烏克蘭的問題嗎 是不是 真的是 全世界都知道吧 所以很多分析師跟你講說 講政治幹嘛 其實沒有意思 來 你看喔 聽我講的喔 沒有意思 因為到最後你會發現我是對的 不然我不會是全台灣最紅的分析師 粉絲最多啦 如果你知道嗎 到現在IG 我一開啟以後 IG馬上有人模仿我 變S178 176 這不是假的 好多喔 你有看到是不是 你有看到是不是 對啊 你看到幾個 我看到還有從去年 就已經成立你的IG的 是喔 對假帳號 趕快這些才是真的 其他都不予承認 好臉書雖然也有真帳號 可是我都不用承認 反正那邊給你起來 任何東西都不要承認 好 就看看就好了 好 其他的我都不予承認 就只有這幾個 好 你看我再接下去 我要像兄弟相對 要貼那個大補帖一樣 就IG臉書 什麼東西要貼 帳號這四個就好了 像當分析師也很辛苦 要懂網路 就跟大家講 所以我是全台灣Live 人數最多的四幾萬人 我是全台灣少數 唯一唯二的 有那個拿到金牌 雲牌就是YouTube給我的 訂閱人數高達十萬人 是 這個是特別的金牌 去香港等一下找分析師 來 這就是我們的人理 我剛剛講還沒講扯遠的 我昨天就說這1234點 他本來就有機會退爛對不對 對 俄羅斯講這個條件以後 其實他本來就 烏克蘭本來就願意退爛的 來要不是開始要打仗 注意聽 一開始喔 他喔不要來硬的 來這麼硬 他直接去烏東地區 烏東不兩個地區嗎 直接進攻他烏東地區 然後說我要再進攻你 這四點你給我答應了 我認為他之前會答應 再講一次喔 如果一開始不要打這麼兇 不要死那麼多人 我認為俄羅斯提出這個 四項停戰條件 烏克蘭是會答應的 有沒有看到烏克蘭大約的 四個叫做厲害 你要讓今天看新聞了 哇今天台股上場 烏羽今天一堆新聞啊 今天台股上場是因為烏克蘭總統 願意妥協了 是 這個你要這幹嘛 你要這幹嘛 不需要啊 昨天看我節目就很開心了 然後進去五五降嘛 是 最近五五降噴出去啦 五五降噴出去啦 欸 烏羽烏羽今天什麼 今天五五降很厲害耶 其中有一檔是直接掌停說死 創新高 創新高什麼意思 創新高就近期你買的都不會賠錢嘛 沒錯沒錯 不然你點五根斬停板 跟你講說斬一根你好好厲害 有意義嗎 沒有 五五降有沒有送 有送啊 是 有沒有 有送啊 沒關係 我等一下先開牌來給你看 是要投資朋友你要這樣子 要先牌了 沒有吧 我完全不怕嘛 是 是我粉絲人數最多啊 通常去看一下嘛 這個都沒有騙人們 去加我LINE 去點我大頭貼 就有寫十幾萬人啊 十幾萬人裡面 如果有可能一個人 有可能一個人都不要嗎 不可能 不可能嘛 免費送的怎麼可能不要 所以這個沒有要造假 有辦法造假嗎 肉依有辦法造假嗎 真的沒辦法 不可能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講一件事 我最主要是什麼 所以邏輯清楚以後 你就開始要進股票了嘛 來 五五降 五五降 這是五五降 三月三號送的對不對 是 來 鞍吉 六四七七鞍吉 來看一下看一下 好像這樣啦 買到的是鞍吉 買到 沒有買到這樣耶 好像這樣是不是 斬停板鎖死 來來 六四七七 畫面給我啊 這邊 六四七七 講話太高興了 必吃啊 六四七七 鞍吉 噴出去了 鞍啦 肉依沒錯吧 對 這有辦法造假嗎 那你 當我們主持人也很久 我想問你一件事情喔 我有天天在送資料嗎 沒有啊 這很難的 也沒有啊 你說前陣子有一個 針對那個 廣播有送 可是拿的人不多啊 是 所以我先暫時停止了 我也說暫時停止了 可是我節目上 我也沒跟大家宣傳嘛 好不好 來 這個就是一個月 如果在我們YouTube節目 不是一個月送一次 是一季 頂多一季送一次啦 是 目前為止都這樣子啦 所以同票 乒乓一下 你看清楚喔 安吉喔 投資啊 我就說實窮解奶線 板蛋四中針 你看喔 之前最高56.2 沒有 當然串新高 如果是以近一個月是串新高 如果是這邊的話 如果是以近 近五個月來的話 這還沒有串新高 因為這邊是56.9 不好意思喔 56.9 可是明天我有98%的勝算 一定串新高 是 沒有錯吧 對 為什麼 98% 對 為什麼98% 剩99我會跟你講 因為你鎖了五萬多張 要是我是大戶 我是主力 我明天先跳空再說 所以明天勝算機率非常高 明天是幾乎可以說99% 是創新高的啦 你懂我意思吧 這沒問題吧 對 沒創新高來找我 好不好 這就是創新高了 所以 你去想想看 你要找的分析師明天一定跳空開高 就創新高 離新高差0.1 如果是近五個月的新高 離新高差0.1 差0.1元 如果是近一個月的新高 那不好意思 怎麼樣 已經突破了 是 你懂嗎 近兩個月的新高已經突破了 好不好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找的分析師 台股行情很弱啊 你還是找到分析師 想要創新高的股票啊 是 是不是 而且前幾天跌剛好是一個絕佳買點 你不買 真的 而且我五虎將同票真的很強 你知道嗎 來 真的很強來看清楚 來 好吧 助理沒給我彩色的 等一下 對 五虎將的每一檔其實表現都很亮眼 對對對 最近助理比較吐扯一點 因為 你看我稿子那麼厚 結果他沒給我彩色的 看不到重點是什麼 等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這廣告 我唸一下我助理受不了 好不好 我休息一下 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那個 五虎將這邊 什麼股票注意 什麼主持要注意的 還有安吉還有什麼股票 會噴出去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謝謝投資長在這兩天 其實這個行情預測都非常非常的準 那我們現在差不多看到 台股有可能見低點的曙光了 好 投資長的五虎將表現也真的非常厲害 投資長 我們要透露更多的資訊給大家知道嗎 好給大家知道 我剛才說安吉啊 因為我順便看一下今天股票要漲嘛 五檔股票裡面有四檔股票漲嘛 是 一度是五檔股票都漲 不好意思 我剛才那個投資長的情緒很變化 因為 最近為了助理是煩了一下 因為基本的彩色列印都沒給我列出來 看不到重點 因為我字很多 你看我每天準備三大頁 你聽到 不要給你看到重點 你知道嗎 這是我的講稿 當然有些是重點 好不好 因為彩色列印我才知道重點在哪裡 你懂我意思嗎 好好就是跟大家講 所以我要看五檔股票 因為我講的每一句話 很多人都會怎麼樣 給我截圖 嗯 真的要負責任的 負責任的你知不知道 每個截圖 我都有拿放大鏡在看 放大鏡在看我講的話 因為我講得很清楚了 然後每天講 比如說我今天跟你講說 我覺得有六到七成 我覺得這個16700點這附近 是 是低點 16764 16764 16764 這邊是近期低點的 好 我說很有可能 我說這個有可能是六到七成 我不是說哇 非常肯定 我說我啟動你還有錢 是 沒有因為你還是要 因為現在是取決普丁要簽約嘛 他不簽約怎麼辦 對 所以你可以另外一種 準備近期可能簽約 是 聽到越多消息了 比如說俄羅斯談判 代表有不一樣的消息 那加上我的消息 告訴你 那你就可以下多一點單 你可以這樣子 或者現在就可以下滿 也可以 只是要做好最後來準備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你要知道這個是有這個跡象的 是 可是到時候如果萬一沒簽呢 台股破底呢 偷子你不準嘛 你看扯扯反指標 對 一萬六千七百點就不行了 喔 說什麼低點 我說是六到七成的把握 如果是 如果你知道我個性的知道 我就跟你講八成九成 像我們這些歐姆款 誒一出來的時候若然你可以作證啊 嗯 我說歐姆款可能反而是改變疫情 它不能這樣開放 它像天然疫苗 我們這樣講 有 那時候大家連歐姆款是什麼都不知道耶 是啊 誒我那時候一開始也很六到七成 後來講八成很九成對不對 對 所以我講話是慢慢肯定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我這張字卡很重要 因為我做事情很負責任的 好 我要踩這字卡來知道 誒我到底五五 五五降裡面有幾檔股票漲 是 五檔股票 有 四檔漲 然後有一檔漲停 另外一檔快漲停 對 漲人快6% 7% 對 先跟你講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不好意思我剛才講 怎麼會這樣子怎麼會做錯呢 好 這是一直跟大家講的事情 然後除了這以外我們來看一下 來 慢慢跟大家講這件事 來 2609陽明 你看肉眼看 現在陽明是不是比什麼 漲6.35% 是 是不是比現在大哥強多了 呃長榮2603 呃 比長榮強對不對 是 是不是稍微強一點嘛 對啊 那望海最弱嘛 我那時候說長榮長完長陽明 我沒講望海 沒有 是不是因為殖利率問題 所以就是說殖利率問題 本益比 台股現在本益比只有13倍 算歷史低點 是 本益比低代表什麼意思 殖利率高 對 本益比就是什麼畫面給我 我一直講過 本益比就是股價分支EPS 你懂不懂 股價分支EPS 殖利率呢 殖利率就是EPS分支股價 是 應該說發放股利分支 不是不是 對不起 你說錯說錯 畫面要給我 畫面先給我 不然我講錯 來 那個本益比就是說 那個是EPS分支股價 叫本益比 對 是股價是EPS的幾倍 這是本益比 殖利率呢 殖利率是股價分支EPS 應該說股價分支殖利率 如果我願意把EPS全部都變成殖利率的話 是 股利的話 那本益比跟殖利率是相反的 我這講過有多次了 對 這個殖利率就是股價分支股利 這跟大家講 所以一樣嘛 台股本益比這麼低 殖利率就高 所以你看到現在為什麼 台股很多抗疊股票 長榮為什麼長這麼多 楊綑長這麼多 因為殖利率高啊 殖利率 長榮老闆怎麼樣 都把他手上的股票信托了 他知道今天會把很多股利啊 對 是不是 春江水長鴨鮮吃的啊 這些大物 這些中食物 這些老闆 都是為自己著想 為自己著想沒什麼不好 你懂我意思嗎 你要瞭解他自己的方式嘛 你懂不懂 你要瞭解他自己的手法 這我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賣燒 賣燒 對 賣燒燒你看 賣燒 我們就有講啦 這個MSCI MSCI 剔除 對 所以籌碼面的最後利空是這一兩天 是 這一兩天 誰有想到 真的 誰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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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就是這樣的分析師嘛 這是天分努力啊 同樣雖然我講話很臭屁 可是我就敢遇到前面 不准的時候就被啪啪啪啪 被他們打來打去 所以很多人說 都是啊 網路上都喜歡用我做 用我做的 像每個PDDR很多都 知道我新聞都會貼我的貼圖 你知道嗎 對 我都得了密集恐慶症 你知道嗎 今天是誰想到今天賣超 我是不是跟你講這次賣超 我昨天就預告今天賣超了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到時候過一兩禮拜 發現 哇 簽約了 剛才你來自未來耶 很多人說普丁這個人不可測 是有可能簽約 因為他不得不 你覺得有點重盤清理的 你知道嗎 因為烏克蘭 你沒有必要去打烏克蘭 他們兩國本來就關係很好 那現在烏克蘭 從頭已經給你台階下 你不可以自己台階下嗎 沒有理由嘛 你懂不懂 沒有灑成這樣 雖然很固執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去想想看 118億啦 那外資買超的20億 我們預告要突破紀錄了 有 連續買超的紀錄 來來來 20億你聞到 所以既然今天要突破紀錄 今天是平紀錄了 只要平紀錄26天以上 你至少要漲個900點到1000點 這怕什麼 重點是台灣股市喔 正369點 他是正369點你知道嗎 他是破斷最高漲點 可是現在已經變負了 肉眼天同意思嗎 是 你懂嗎 我們要從1月21號起跳 你懂我意思嗎 是 我們從1月21號起跳 我們看不到現在喔 來來 1月21號在這邊 再往前 喔這邊這邊 對 在這邊在這邊 1月21號這邊 17899 是 17899 這邊圈起來 17899 再漲900點了 快1900啦 嗯 就19800啦 19800 至少差不多到1900 所以按照歷史紀錄來講的話 怎麼樣 因為他說破斷最高點是漲這邊嘛 漲300多點 你聽懂嗎 可是我們之前破斷最高點 只要連續買26天 是漲900點 嗯 你知道嗎 你看今天所有的分析師 我相信全台灣沒有一位分析師告訴你 外資會賣草啦 我告訴你的 然後我很慫慫告訴你 是不是最後人到走欄 不知道人以為其實這是 不是 我看得更遠 這個契約 這個和平協議 可能是會對的 不要再說我犯 重播喔 和平協議可能近在眼前喔 那近在眼前的話 這17000點就有機會了 可是我還是要注意一下 我很怕的是 我很怕的是 這個機率現在小於10%啊 是 那個中國大陸是不是發生什麼金融危機啊 不然最近怎麼疊那麼兇 你懂不懂什麼 這我比較怕好不好 這個 你知道這個沒有發生的話都還好 因為 大部分是什麼都要考慮你知道嗎 好 因為孽價啊 因為油價啊 真的 要適時的人格分裂一下 很辛苦 好 聯電呢 不用怕 聯電是三星還跟他簽約咧 三星為什麼要簽約 三星是沒有自己的金元產嗎 對啊 代表三星的金元產代工也是怎麼樣 也怎麼樣 已經滿載了嗎 滿載了 那第二件事情我如果是聯電 我知道你三星也要擴廠 是 我要簽約要簽什麼 簽短約還簽長約 簽長約 簽長約不然我不跟你簽啊 對 那他還願意簽長約代表什麼意思 三星已經要擴廠 還願意跟你簽長約代表什麼意思 很缺 很缺而且不只缺一兩年三年 你要跟你說二八奈米 可能輕微的供過於久 可能而已 可能而已耶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嘛 你懂不懂邏輯 所以55元以下聯電本來就是 老天怎麼樣 60元以下聯電是老天送給你 55元的聯電是你重大大樂透 你不真心重大樂透 就像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金融海嘯 有人台積電要賣在40塊以下 頭上吃到我的心了 沒辦法 我不管你 這是這樣到時候聯電 來我以前說60元 600元聯電 600元台積電等於60元聯電 對 現在台積電多少 600 沒有啊台積電不到600 568很想錯沒關係 568 8不到600元 是 好那就是等於聯電 56.8元 聯電是多少 51.8 還少5 還少5塊 嗯 關這個比較行情就差多少了 是 是不是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啦 投資朋友 在這邊喔 同朋友 學到很多同朋友 學到怎麼樣 學到最多的是一個財經的資訊 你學好多東西喔 是不是 還有什麼來看一下喔 哇 投資長可以帶我們一下台勝科嗎 好 因為台勝科今天表現 看起來也是很厲害喔 是不是有機會 台勝科有機會 台勝科有機會 台勝科之前 台勝科之前其實要創新高 你知道嗎 是 台勝科之前投信一直在買 你不講話喔 投信最近還在買 哇 台勝之前投信在買 謝謝你提起我這檔股票 對大家不錯喔 你看之前投信 在買有沒有看到 對 投信一直在買有沒有看到 對 跌停的時候還是買耶 有沒有看到 嗯 跌停的時候還是買耶 喔 真的 那時候不是環球金嗎 是 並購那個試算不成嘛 對不對 對 來 所以這些股票喔 你有沒有發現到 籌碼面投信還是不得不買 是 所以台勝科是有機會成為下一檔標股喔 好不好 那萬論呢 投資長你說創新高 欸怎麼樣就被 就被殺下來 你不用擔心啊 這一波是台股行情啊 可他還是台積電資本資助概念股最強的 好 你這個時候要買股票啊 我就跟你講了 投資啊我沒錢了 你說我知道你還有錢 我就沒錢了 我不相信 他們說 我不相信你沒有錢 這什麼叫沒有錢 什麼叫沒有錢 你懂我意思嗎 除非你的錢都要借過來 謝謝 喔 投資沒有 每個人都很客氣啦 你是你本來只想要在一百萬 在股市裡面 阿你現在套牢了 你覺得你沒有錢 那不叫沒有錢 我真的知道你還有錢 阿你不要去借錢 我都相信你還有錢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知道你還有錢 不知道就叫你去借錢的模式 拜託不要 除非有萬一阿 因為那時候我 8月23點的時候 我叫你做個很經典的事情 我說你有房貸的話對不對 你把它帶出來 對 去買台灣50 台灣50 可是我有網友 有網友喔 曲解意識 曲解意識 所以我叫人家借錢買股票 要邀羞 借錢買股票跟借錢買台灣50 完全風險不一樣 是 對 你用借錢房貸 你要了解清楚 這個我沒時間跟你講 你如果不懂的話 代表你股是太淺的 以為你台灣物資 你基本上不會倒 除非台灣倒了 台灣倒了 其實你房子也不必還 也沒差啦 好 我跟你講 政府到時候有優惠政策 不用擔心 好 來 25是連8顆 也不用怕啦 本益比15倍16倍 怕什麼 我聽不懂耶 Roy怎麼會有這種龍頭 然後本益比這麼低 真的 IC設計龍頭 你在搞什麼都沒有 昨天我剛剛跟你講 4919新唐 今天就漲了對不對 對 你看今天就漲了 我這幾天都把一些股票掀開來 新唐啊 大宋王朝 然後大宋王朝啊 對 大宋王朝就是新唐 新唐 對對對 大宋王朝就是新唐 因為唐宋元明清嘛 對 唐宋元明清 好大宋王朝就是新唐 812是什麼 至上 是 812至上 來我們看一下 無與倫比 這張股票 來 也是一樣喔 812至上 無與倫比這張股票 欸 這一兩天就有機會開董事會 那時候我們有藏寶圖 跟你講 我們福利社很認真做 所以同朋友來訂閱我們頻道 好 所以訂閱我們的農業華爾街 還訂閱瘋狂股市福利社 投資產也在這邊當主持人 好不好 也有很多優秀的來賓 好不好 很多優秀的分析師 雖然你去香港 你那張分析師 一堆股票都在噴的啦 那2610華爾 今天也噴了 26 怎麼樣 18禪農行 可是就從馬面我告訴你一件事好不好 好 就從馬面 因為這個烏二戰爭 得利的不是禪農行 是禪農 我要講實話 今天也有新聞出來了 什麼烏二啊 什麼什麼 一大堆好幾萬名啊 水手啊 在什麼 6萬名烏二水手困在海上或港口啊 是 他有人說更誇張 說有高 全世界有高達百分之15 是烏二的水手啊 水手裡面你們知道嗎 嗯 所以統出船域缺原黑洞 只能更漲價而已 好不好 所以這些東西我們講過 瑞我講過啦 有有 所以這個受益的 的確殘農會比殘農行受益的 可是到時候呢 如果真的 台灣可以再次翱翔 應該說再次出國呢 雖然陳時中 陳時中那個衛副部長 說今年不太可能 我覺得不一定啊 如果民意到時候反噬的話 他就會開放了 好不好 VMC我都預告在前面啊 不可能啊 我認為全世界國家 今年年中以後 6月以後 就會基本上就全面開放了 台灣在鎖國 我跟你講 那就民意的反噬吧 我相信不會那麼傻 我真的不是聰明的 好不好 好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麼分析師 4961天獄啊 敦泰啊都是一樣 最後我最開心的是 來 今天的安吉 欸 怎麼這樣 來 安吉 今天暫停版 也是我們五五將送的股票 公開送的幾千名粉絲 大概兩千名粉絲 大家都知道的 標股 可惜你不來索取 這不重要 因為安吉你居然知道 你也不知道怎麼買 你也不知道他們下一檔標股 相信我 同學沒有 現在是有一定的機率 他會簽和平協議 你趕快把握住 不要到時候台灣股市 噴到兩萬點 投資長 你電話多少 電話就是0800668085 0800來來8085 去想看 你要怎麼分析師 台股看起來大跌 三天跌了一千一百多點 我們還有股票 這幾天 還在創新高 突破新高 準備在創新高 安吉縮子展領板 好幾萬張縮子展領板 歡迎來人家下行 怎樣 歡迎來人家下行 更多的表股歡迎來人家下行 不論錯或錯 一切一切的預告欠面 去想看 你要只能分析 威助各位能夠 賺大錢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通知 想要了解更多資訊 可以撥打專線 0800668085 榮耀華爾街 我們明天見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S178 Teregrim官方頻道 小組A178 Teregrim私人帳號 小組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通通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